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莱恩特意买了一套KTV设备送给女儿当礼物 希望赢得女儿的欢心 然而他前妻的现任丈夫送给他女儿一匹骏马 为此女儿直接将他的KTV设备抛到一边去 丝毫没有顾虑父亲的感受 看到这一切的布莱恩暗自伤感 自己选择默默离开 当天晚上布莱恩的三个哥们来到他家聚会 还邀请他充当一个著名女歌星的保镖 布莱恩欣然答应了 随后一次执行任务时 布莱恩成功帮助女歌星逃过一难 作为回报 女歌星答应帮助他女儿实现歌星的梦想 吃饭时 布莱恩准备将这一喜讯告诉女儿 可女儿却抢先告诉布莱恩 自己要和朋友一起去巴黎游玩 但布莱恩不同意他去 妇女俩因此不欢而散 心疼女儿的布莱恩 尽管有些不放心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然而很不幸的是 女儿一到巴黎就被人抓走了 布莱恩得知此事后 立刻飞往了巴黎 通过女儿留下的线索 布莱恩很快找到了嫌疑犯皮特 但在抓捕的过程中 皮特不幸被车撞死 导致线索中断 无奈之下 布莱恩找到了自己在巴黎 国安局中工作的朋友简 从简提供的线索中 布莱恩找到了犯罪集团的老巢 没想到老巢居然是在某工地上的集装箱中 并且从事着贩毒和组织卖淫的航道 布莱恩越发觉得女儿凶多吉少 他偷偷潜入其中 然而并没有发现女儿 仅仅从一名女子那里找到女儿的衣服 通过一系列激战 布莱恩最后也只是发现了女儿朋友的尸体 不过作为一名特工 即使退休了 也还是有一些手段的 他通过自知电影审问犯人 得知了女儿已经被卖出的消息 不过在搜索过程中 布莱恩也发现 原来自己的朋友简 和这个犯罪集体有不正当的关系 于是便闯入简的家中 并且知道了幕后真凶是谁 随后布莱恩混进拍卖场 看到了被拍卖的女儿 他又一次展开了解救女儿的计划 虽然布莱恩经过几经周折后 杀死了幕后真凶 但女儿依然被人买走了 爱女心切的布莱恩开启了追凶模式 跟随买主一路飙车追杀到了一艘轮船上 一番殊死较量后 布莱恩干掉了一群想要羞辱他的党羽 最后追杀到买主的面前 然而这时候的买主为了自保 便以他女儿的性命为要挟 但特工出身的布莱恩 无视买主的谈判要求 一枪就结束了买主 没有给他商量的机会 最终英勇善战的布莱恩成功解救了女儿 同时也得到了女儿的理解 尽管经此一难 但布莱恩始终没有忘记女儿的心愿 他将女儿带到女歌星的家里 踏上了星途之路 父亲的爱永远都是深沉的 父爱如山 他们不会轻易说出口 但他们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